- 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赶快来请教我们气象主播 Sekui Sekui请说 好的 大家好 我是Sekui 今天西南风逐渐增强气温也相当闷热 今天最热的地方就在台北飙到34.3度的高温 也因为西南风带来的水气 在西半部一整天都断断续续有降雨的情况 而且部分山区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 也下气了午后雷震雨 不过这样都还只是前奏而已 怎么说呢 带你透过卫星云土上来看了 其实明天主要受到两个天气系统的影响 一个是强劲西南风带进来的水气 第一个则是华南风面渔气逐渐靠近 所以从明天开始受到两个天气系统影响 全台都有降雨的机会 尤其中南部地区雨下的会比北部还要明显 那么山区很可能会有豪大雨的情况发生 提醒山区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那么等到礼拜五封面移到台湾上空滞留 再加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之下 周五周六这两天会是全台降雨最剧烈的时候 到时候各地都会有大豪雨发生 提醒观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做好防范措施了 因为这锅封面渔气结构非常完整 很可能会带来致灾性的降雨 接着在气温方面 明天因为西南风又在增强了 所以气温会比今天还要热 至于气温会有多热呢 再从下一张地面天气图 带大家来关心气温上的变化了 从地面天气图上呢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影响我们天气的封面系统 那么呢明天因为吹闷热的西南风 再加上台湾附近等压线密集 代表风力强劲 所以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都会再往上升 西半部呢 预估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 另外台东因为处备封面的关系 要注意会有焚风的情况发生 预估高温会飙到34度 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比今天热 记得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 接着带来看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各地都有这样的机会 尤其山区的渔会笑得比平地更明显 提醒居住山区的观众朋友 未来几天都要预防豪大雨所带来的灾害